很多人都想了解出国打工的这个费用还有周期是多少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工签 我指的是工签旅游商务我们是不做 首先先从这个新加坡开始 新加坡的话它80%的订单都是在这个1.5左右 80% 偶尔也会有几K的 7K到9K的 有的时候也会有两个W的 大部分是1.5 有护照 半个月没有护照 就是各把月的时间 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这是新加坡 韩国的话 它是分本土还有吉州岛 价格是在3.8到4.5之间 它的周期是多长时间 图师的话 本土的话正常也就是两个月左右 那你如果要说是吉州岛的话 韩语成绩下来之后 也是在两个月这个样子 日本的话 指的是研修生 日本的话 它的价格是在3.5到4个之间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范围 有的时候会有一两K的波动 周期的话 因为它也需要学语言 学语言 所以说它的周期也是在4个月左右 这以色列的话也是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7K 还有一种是三井麻 7K的话就是完全看你运气 你什么时候能够摇上号 你什么时候就可以这个很快的出镜 像我们这个三井麻的这个 它是包能摇上号的 周期的话大概是在4个月左右吧 4个月应该多一点 阿尔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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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 那很多人都也关心这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这个费用是多少年 我指的是48还有494的工签 它的这个成本是在20个左右 20个可能有的还20个多 周期的话是在5个月 也是4 5个月这个样子吧 欧洲的话也不加很多 但是他们这个归类 瑞典 波兰 丹麦 冰岛 挪威 马来塔 匈牙利 这些这几个国家 它是在4.5这个样子 它只要图师或者是帮助 然后这个芬兰的话 比他们略贵一点是6.5 但是他们的周期都是一样的 就是4到5个月 所以说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在直播间 大家交流 我平时都是小孩子睡觉 9点半开始直播 好 谢谢大家的关注 有什么问题 私信